一段时间某歌唱比赛节目的现场 李宇春周比唱的一个拥抱 让全场为之动容 也激发了大家对歌唱比赛十年的集体回忆 可惜的是 当年比赛胜出的前三甲 唯独张亮颖没有到场 那到底怎么回事 姐妹之间的感情 是不是像外界猜测的那样呢 我们来听听看张亮颖的说法 前段时间好像那个选序有十年 然后那个跟你同届出来的周比唱什么的都去了 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参加呢 因为我是当天刚好有个活动很早就敲定了 其实也挺遗憾的 就是觉得蛮值得纪念的日子 前段时间的某歌唱比赛节目总决赛时 李宇春周比唱同台相拥引发全场泪点 没能和他们一块站回那个舞台 难怪张亮颖也会遗憾 实际上这几年张亮颖李宇春周比唱 这些同届出道的歌手都在忙着各自的事业 能够同台的机会很少 就连九月份和节的婚礼 他们三位也都没能到场 这不仅让外界对这些当年一块奋斗过的小伙伴之间的关系 产生了猜测 和节婚礼嘛 然后好像是不是因为这个事 有一些好像外界有一些对你们一些误会 对你都说清楚了是外界而且是误会 你们之间的友情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 也没有说的那么差 但是后来的工作可能大家的距离并没有那么近 正如张亮颖所说2009年他自立门户当起了老板 还跟环球唱片签订了长期唱片约 又当老板又当歌手 工作忙碌 事业发展也可谓顺风顺水 最近更有消息称张亮颖的公司少城时代将好声音梁博纳入旗下 不知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呢 您签了那个好声音的那个梁博 你当时是怎么说服他的 好像你是听谁说的 因为最近我只知道有那个陶金银 陶子姐有签我们公司 所以特别开心 所以这件事是子虚乌有吗 我反正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谢谢